GG斯米达 如果现在家中的小孩 说我想要当职业选手的话 推荐家长们做些什么 我刚刚都讲了我的策略啦 我是心机妈 他能够发掘他喜欢的东西 而且主动来跟你说 那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家长 Hello 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GG斯米达 在危险的边缘 疯狂摩擦GG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今天的GG都是女生的声音 那个声音呢特别的温柔 对对对 今天算是个阴盛阳衰的一天 那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是大臣 我是小碧 我是大臣妈妈 徐薇老师 是Supreme妈妈 OK好那当然现在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 就是为什么今天是这个组成 所以呢我先简单的 来帮大家带出两位的这个身份 首先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徐薇老师啊 他虽然在这个大家可能观众的眼中他是英文老师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电竞从业者的妈妈 也就是我妈啦 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啊 然后到决定从事电竞行业的这段过程当中 他跟他的儿子是怎么样相处的 我也很好奇想听听他的视角的故事 那另外一位呢那当然就是真正的电竞选手的妈妈 我们的Spring妈妈 Spring呢现在是这个特战英豪瓦罗兰特的职业选手 目前呢才20岁是个未来之星 那现在效力于NIP战队 那所以也是在这个 现在在上海担任这个电竞职业选手 那因为他还是这个电竞冉冉升起的一个未来之星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也会有很多的担心也好啊 或者是怎么样成为职业选手 包括对未来的期待 好我们今天都会来聊一聊 好的那首先还是要从最跳动的开始聊起 想问一下徐薇老师 对先不说你儿子从不从业这件事情 你先说说电竞这个概念或这个词 对你来说是什么 任何答案都可以吗 可以可以 对人家K我 没关系没关系 电竞我到现在想的就还是 那个李现在亲爱的热爱的里面的草词 还有洋洋的那个什么高手 全职高手里面 还有那个你是我的荣耀 洋洋跟迪力热巴里面的选手 OK其实讲到这个我必须说 因为我真的从事电竞以后 我当然会尝试跟他去沟通说 什么是电竞啊干嘛干嘛 但是我跟他讲的这些都不如电视剧给他来的印象深刻 我刚听到重点就是洋洋 洋洋我看他两部 超帅 还有严商就是那个 是要严商还是商严 李现岩的那个角色 在亲爱的热爱超帅 所以电竞对你来说是一个偶像剧主题 我这样会不会太浮华太浅 你是不是很真实很真实 但其实没有啦 你这个当然是跟大家讲好笑话 但说真的电竞对你来说是什么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刚真的没有好笑 不是好笑吗 但我接触电竞确实是因为我儿子大成 他喜欢打电动 他从小就喜欢打电动 直到后来他教育我 他说妈真的这不是打电动 电竞已经就是一个e-sports 这是他教我的 我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很酷的 他代表是future 是未来一个很棒的产业 是 那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电竞这个东西 你也说嘛 它是一个未来的产业 不管是放在现在或当时 就是你的儿子决定走这条路的当时 他都是一个未来的产业 那你是怎么答应 好啦 觉得一直用你儿子怪怪的 哇 你是从当时 我要去做电竞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必须先说 我今天最期待的是 等一下听我们小碧姐 还有Spring妈咪 我自己当时是 我年纪大一点嘛 然后那时候大家几乎是没有这个观念 周围没有人的孩子说 他要去做什么电竞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叫什么 五雷轰顶吧 我的心情确实是如此 那五雷轰顶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完全不了解电竞嘛 就像我说我觉得他就是打电动 他不是你从小的娱乐而已吗 就像我们去打篮球啊 或者说 下围棋 下围棋就好了 你不会认为说他以后会变成 Kobe Bryant打篮球的人为专业 或者台湾之光许浩红 你不会这样想 他会成为这个啊 所以很shocking 他是一个有可能做的职业 那你会担心当时 假设我毕业 然后从事电竞 可能会就吃不饱啊 然后就会回来跟你说 哎妈怎么样 就接济我一下啊 会这样想吗 嗯 当时我对电竞产业 还不够熟悉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说会 然后后来那个大臣 就收集了很多资料给我说 妈你知道现在这个电竞的 奖金是多好 这个职业选手的年薪是多少 我吓呆了 原来他可以赚这么多钱 那我还没有想到说 你其实没有这个能耐 我以为你有可能 对确实 因为其实像我说 我要做电竞这件事情 相对来说 因为我没有电竞选手的那个天赋 我不是顶尖的游戏玩家 所以我可能是在电竞这个行业里 去找一些不一样的从业经验 所以会让他觉得 可能比较虚无缥缈一点 哎那我很 其实我很好奇想问徐薇老师的是 因为大臣他其实是大学念完 才说要去大陆从事电竞的工作 那如果他今天是高中的时候 回家某天说 妈妈那个我要休学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当电竞选手 徐薇老师会同意吗 我第一个念头 没有做任何思考 一定是no 原因是还小啊 你怎么知道未来你会怎样啊 你懂什么啊 就爸妈那种嘴脸一定会出来 然后马上保护着那个样子就上升了 但我必须说经过了现在到现在我这个年纪 再看现在比较成熟的他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想法超之过急 也自己想的太多了 我反而觉得现在的我 如果有机会跟当年的我来说的话 我真的觉得come on 你真的想太多了 小孩子他只有他成长的能耐 他们远超过你能做很多你以为他做不到的事 这是我现在来看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选手其实他可能高中时期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当职业选手 父母亲其实一定第一个直觉反应都是否定拒绝 然后他就直接不去学校了 就自己开始我每天关在家里面一直打游戏打游戏 因为我也很难想像像大臣可能算是比较优等生的这种形象 如果是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真的就是会发生很大的冲突啊在家里 我这里可以分享一个真的我觉得我有做到的做法 等一下我会听听Spring妈咪的做法 就是我心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段 我心里一大堆叉叉叉问号吓坏了这样 但是我的表现出来其实是很支持他的 那这样子就会让小孩子可以持续跟你有对话的管道 因为如果你第一个就很凶的 那你懂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段直接讲给他听 你当时没听到我讲这些话吧 其实我心里想要讲的是这些话 但是我表现出哦真的吗那电竞是什么呢 我听他一直讲啊怎么样吗谁打的怎么样 然后现在已经欧洲有联赛 什么叫做俱乐部他讲给我听 我听都没听过我花耐心给他听 心里觉得哎你懂什么啊幼稚 但是我还是表现出来是支持他的 那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够持续听到他讲话 我才能够持续掌握他的动向 那我觉得就这个动作来说 我觉得我是做的好的是吗 这是一个就对了其实这个 就是你硬要问我的话说实话我回忆起来那段时光 确实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阻力 但一样在过程中他也不会去 首先不会马上制止我 但他也不会放弃让我一直去尝试不一样的方向 或用不一样的角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大臣当时是爸爸妈妈都支持就算是比较信任你的态度吗 还是会有其中一方半黑脸啊 呃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妈有一招假传圣子还蛮厉害 她说自己讲完以后说你把也这样想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但是其实我觉得当然啦 他们两个在大方向来说肯定是站在同一阵线上面 想法上肯定是相同的 然后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不同是假设虽然我没有这样要求啦 但我会说我想当职业选手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他就会说哦电竞你很喜欢哦职业选手哦好啊 但他可能他也会观察他儿子到底有没有那个天分 有天分的可能像Spring对不对 就会有职业战队主动来联系你啊 那你就说明你是真的有天分嘛 但显然我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例子 那他就大臣那你还是很喜欢电竞这个事情 哎不然我觉得那个某某游戏公司也不错啊 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去当实习生 哎那这样子可能对我妈或对家长来说 就比较能接受 因为他是一个又有电竞 但是又是相对有劳健保稳定的一份工作 他是一个cross over的事情 对父母来说是可能会觉得更稳当的一个选择 那我觉得他会把我往这个方向去引导 是不是这样 对我确实是 就是我刚刚说保持通话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是我在做亲子这条路上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保持通话 不管他一提出来的那个东西你赞不赞成 你一定要让他持续还在你身边 愿意跟你对话 所以我一定不会脱口而出 我心里真正想的答案 然后这在过程当中 大臣可能都往后延吧 因为刚刚做的这些事都是你大学做的事 接近毕业的时候 Garena 对我去Garena当实习生 实习生去应征 然后大事的时候也去那个 Yahoo电竞做媒体 他一直在接触电竞 然后我也用我认识的人 如果我有认识的话 或有知道什么讯息 跟电竞相关也一直feed他 一直给他 所以感觉好像是一直跟他同步前进 其实心里想 哈哈哪天你就放弃了吧 最后他没放弃 他还去上海 很高明耶 对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那因为我其实没有太激烈的争吵 是我选择做电竞这件事情 没有相对应的很大的机会成本 就是我没有去放弃掉 可能本来正在进行的学业啊等等 所以说他的那个冲突感不会这么大 对那我觉得这就要聊到Spring的这位选手 他的状况就是 真正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话题 就是他可能是没有完成学业 就选择去当职业选手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想要去聊一聊 这样一整个过程 那首先我们一直强调的 职业选手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天赋 所以Spring妈妈是从小就有发现在 Spring这名选手身上的天赋吗 嘿对从小就发现 因为他很小就接触电脑 玩电脑游戏 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吗 因为爸爸 爸爸妈妈有在玩天赋游戏 对 所以是从小爸爸在玩 就他也可以跟着玩 是多小的时候 三四岁啊 三四岁 很小 就我儿子现在这个样子 手比滑鼠还小的时候就在玩 对 然后 垫脚间 我觉得小孩学东西很快 对一下他就知道说什么什么是什么 然后对 他对操作搬面什么就觉得他还蛮有天赋的 天堂不是很多在打架 他不会四岁就开始去可以打别人 他一开始会乖乖的去念功 被打 可是到后来会的时候他就会去打 就会去打架 所以这种竞技的心态 爱琪他可能从五岁六岁就开始有了 对 然后之后他就自己去玩一些小游戏啊 呵呵呵呵 对啊 而且还有听说 Spring的手术非常的快 对 因为他在小国中他都有去参加 学校都陪他去打那个 参加那个中打比赛 中文打字比赛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他都拿到 就是台中市第一名这样子 全师冠军 那这不是天赋什么是天赋 对不对 那肯定是有相当的天赋 那所以Spring也有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个 天赋异禀吗 他自己 我有问过他 他说 欸 没有他在国中的时候 他就是很挑战跟我说 他要去练练这个时候 他知道他自己厉害 他觉得他要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 然后我就曾经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想会 你觉得你自己 为什么会想要 去练练练 对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他自己有天赋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那他算是从小就是比较让爸爸妈妈放心的小朋友吗 算是 因为他蛮独立的 他蛮独立的 然后你也会觉得他 下定决心的事情 他其实算是比较 不会耍赖 就是太辛苦了 后面就不要这样 不会 对 要他有兴趣的 就是 他就会去坚持 对因为小时候他学过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小孩就是让他 多尝试 多尝试 然后他学过爵士舞 学过街舞什么的 他都是很短暂的 他就 我不要了 想问一下当时这些其他的才艺啊 是他自己说要学 还是 妈妈逼着他去 是 我逼着他去 逼着他去 对 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因为 其实像我们的例子来说的话 他从小希望我学钢琴 可是我是音乐家 气质的这个料 结果就随便练了一练 就没有再练了 但是后来我国中的时候 也说我要去学爵士鼓 是我自己说我要学 因为我觉得爵士鼓 男生太帅了 对啊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练 就 也把他练的有一定的样子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 小朋友自己要求的 差很多 对啊 而且 因为我会让他去练 那些是因为我觉得 我就看小朋友个性 因为他的个性就是 就是比较近 我会希望他去学 比较活泼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可是他都是那种 学到后来他都觉得 就没有兴趣 对啊 我就好吧 那就不学那就 但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 如果他自己说他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他会很努力的去 坚持的去把它做完 所以呢 当时就是让他去读 电竞专班的时候 其实你跟爸爸也有 做过一个沟通 就是说要看这小朋友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有一个 很辛苦的通勤的故事 是应该要算 对应该说他国中要升 就是要升高中那个时候 其实那时候他跟我说 他念电竞专班的时候 然后 我跟爸爸有聊过 然后爸爸是说 因为我们就已经想说 欸他会去读普通科 不会去走 我从来没有想过所有什么 电竞专班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电竞班 对 然后就 爸爸就是认为说 因为爸爸他也可能了解他的小孩吧 他就是说 如果他 他要就是要 他坚持就是坚持 然后 爸爸认为说 如果他不想去 不想就是不想上课 你要逼他去 他也无心在学业上 对啊 然后爸爸认为说 那就让他去试啊 就让他去读 就是因为爸爸认为说 高中年纪还很 才算蛮小 如果说 你早点去尝试 欸你觉得这个不行 就赶快放弃 跳队跳脱出来这样子 对 那 所以他就是 就是爸爸就是问他说 你真的要去读电竞吗 他说 对 我就是要去读 我要当选手 所以他从国中就很明确说 我要当选手 对对对 哇 而且我觉得环境也不一样 因为Spring现在才20岁嘛 所以等于说 他在国中的时候 那个年纪 其实电竞这样的一个概念 已经存在 对对对 就是也有很多比较正当的俱乐部 很有规模的 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相对来说是比较 有明确的一条道路的 对 那当时 选择电竞专班的时候 是不是 是说随便找一间学校 就给他念了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爸爸是说 好你要去念没关系 但是 就是说学校我们把你挑 因为 我们知道说 电竞其实 因为那是那一两年就是 才有新的科系 对 然后我们知道说 到底有哪间 有些学校是 好的还是 真的是在栽培 电竞专班一定也有 做的好的跟做的比较没那么好的吗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们 我们是住大甲区嘛 大甲区 然后我们大甲区学校也有电竞 爸爸是说 爸爸是说 那我们就把你找 对 然后后来就是 他也是很说好 我就是你们 只要是电竞专班 爸爸妈妈同意的 让我都去念OK这样 对对对 结果就找了一个 听说很远的 对 在大理那边 对对对 大理跟大甲 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地理概念 是就是听妈妈说 车程是一天就要大概四小时 哪一回四小时 通勤四个小时 对啊 他有怨言吗 他在做 因为他为了念这个电竞专班 所以他要通勤四个小时 所以他OK 是吗 他OK 没有他通勤有去住校 哦 他住了三天 然后住了三天 因为不习惯 他跟我的说法是说 他想讲 哦 那你觉得实情是 实情哦 后来他跟我说的实情是说 他觉得晚上睡觉 总觉得怪怪的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年纪还真的很小欸 就是 15 6岁 高一是 对啊 15岁而已 高一 然后我说 那那如果你不住校的话 那 这样那么远 你要怎么办 然后他跟我说 他就每天要通勤 我说他通勤要很久欸 他说可以 嗯 所以就这样子通勤 然后电竞专班 然后很投入的做了两年 两年多 两年多 然后就来到就是真正的转折点嘛 就是得到了职业队伍的邀约 对对对 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跟心情 他跟我们说要去深圳那个时候 其实我一直很挣扎 对 对对啊 我一直觉得说 那那你 因为他已经三年级上学期 他已经快 感觉都快毕业了 对 已经快毕业了 就差个半学期 那我就觉得 你要放弃学业这个东西嘛 然后再来是 他变成说 有职业站队来找的时候 表示说 他是 这个是一个机会 感觉这个是一个机会 对我听妈妈说是 应该是妈妈是家中唯一一个超级反对的 对不对 对 家中就是爸爸啦 阿嬷 对 大家就是都很支持 都来求情 对 都很支持他去 然后最后都是一直在 爸爸都是阿嬷一直在 对对 一直在跟我做沟通 欸想问爸爸跟阿嬷 他们赞同的角度是什么 赞同的角度哦 爸爸是认为说 你不让他去 你不让他过去的话 那他如果一直待在家 你一直让他生活在舒适圈 他觉得爸爸那时候 男生就是要出去闯 嗯 对 你一直担心他 你一直不让他 离开这个舒适圈 那他到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还在家里 一直在那边跟你打电脑 半坑脑出 怎么办 很恐怖 对 对啊 我就突然间有点 好像 被说服了这样 确实 对 然后后来又到阿嬷 阿嬷又跑来 阿嬷又跟我讲 阿嬷角度又不一样了 对啊 阿嬷就会说 诶 其实 要不要给孩子去是 家里 家里还 就他认为说 我们没有让这个小孩子 必须要背负 那个养家 养家的责任 对 养家的责任 对 可是家里还ok 啊如果说家里是 必须要他去 帮忙 对 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是是 那阿嬷也是认为说 啊 他就是 趁他这个年纪 他有方向 有目标 就应该让他去 其实这一点 对不对 许瑞老师也跟我讲过 类似的事情 阿嬷跟我心心想你 我这片阿嬷那边 对 阿嬷果然就是生活智慧 生活智慧 真是 阿嬷是一个很很有 对 智慧的长者 聊到这个的话 当然除了家里的担忧 或家里的拉鋸之外 我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跟小畢姐 也会非常有关的问题 就是说像这样子突然一个学手本来他只是学生 然后被职业战队找了 尤其甚至都不在台湾要离乡背井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当然家里人一定会有担忧 不只是说是电竞这条路 甚至是离乡背井 有没有这一间公司都不知道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或者是说怎么样来寻求一些帮助 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网路的也算蛮发达的 所以如果说真的有家里面有家长知道小朋友有被俱乐部 又有被战队找去当职业选手的话 其实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就是老实说大陆这一边的队伍很多 其实光台湾就很多了 大陆的队伍其实有更多 百家千家甚至上万家 因为游戏项目又很多嘛 有的比较受欢迎的或有些是新游戏这样子 那上网搜寻一下可以大概知道这些 就是队伍他的背后的背景 那当然有基本上现在都会做公司立案什么 但是有一些真的还是比较小的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很靠谱 不说领不领得到薪水 可能小朋友住宿的环境如何啊 甚至合约被骗一千千十年 就是我觉得这个住宿环境生活品质合约 这个反而是家长最担心的 那我们现在台湾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会念电竞专班 这些老师教练可能也曾经都是电竞的水手 从业人员 对我觉得可以找老师这些稍微打听一下 那哪怕老师可能自己没有很好的答案 他们也会认识一些从业人员可以帮忙打听 简单来说譬如说今天以Spring的例子来讲 可以请Spring妈妈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确定的 你们怎么确定那个地方可以去 对对对对 站队早来了 你不可能就这样送过去吗 我们都会上网 上网搜寻 上网搜寻 查是有查 对然后也会问就是说像 他以前学校教练啊 就是因为其实学校教练像刚刚小碧姐有讲过 对 虽然说他们可能不知道可是他们有会去 他们有 认识的 对对对 就是有这些资源 因为我们做家长我们没有这些资源 我觉得对啊 所以就是有去了解 然后再来就是有跟那个 就是那个站队的教练啊 然后他们队内有谁 其实都是我们 上网查得到的 对 大概知道的 对 而且然后还有另外 包括如果这个有正好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话 我们GG思密达 我们这边有很专业的电竞经理人 小碧姐以及事业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可以email 我帮你查那个队伍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帮你打听打听 这是一定做得到的 因为我觉得 GG思密达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们 在这个假设真的有这样机会有很好的天赋的选手 我们当然鼓励发展 但是人身安全 然后这些东西一定是首要的嘛 要注意对 而且其实身为家长我觉得最担心都不是说你能赚多少钱 而是你到底去到那边 你能不能就是过得好不好 对我觉得爸爸妈妈一定最担心的都是这个 是的 是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吗 那必须可以必须可以 是因为呢 你当时你不要以为你一切都掌控了 哦 其实妈妈在幕后都一直在监督着 哦 对 天罗地网 天罗地网 为什么 因为大概那时候大成大一点比Spring大了 可是 一样他一直都是住在家里 读家里附近的学校 所以他没有离开过家 虽然他很独立 但是因为考上的学校关系都住在家里 嗯 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要去上海工作的时候 诶我一听 也是第一次离乡背景 第一次离开家 嗯 那 你以为那么简单 妈就同意了吗 让你去了吗 不然你做了哪些事情呢 昔耳公帝 我做了事情 我可以直接讲吗 我不知道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找你的是事业 哦 哎呦 不是 我也 说真的 说真的 事业是后来你在工作一年 你的长官嘛 所以如雷贯耳 可是在那之前我还真的不认识他 但是谁如雷贯耳呢 闪电狼 我这样讲可以吧 所以呢我上网查 所以刚刚Spring妈咪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父母要做到这个监督把关的责任 这些过程我都没跟你讲 事实上我都查了一大堆东西 有啦 我发现就捋一捋这个故事 就是阿尔大臣听说要被找去上海工作了 找他的是一个叫做事业的台湾人 这个事业是谁呢 电竞裴永俊 这个中分头 什么情况这个中分头 所以呢 但是有听说 他曾经是闪电狼的这个战队经理负责人 所以呢 小薇就去Google 就去上 小薇就上网去查了 闪电狼这些公司就发现 哎很规模很规范 然后 什么什么 还有个什么 暗杀金 台北暗杀金 新闻很大嘛 所以我大概知道 哦那这是真有其公司 真有其人 然后他很幸运去 去上海的时候 你才带一年 我去了几次你说说 对 因为我在那一年 住的环境什么我都去看 其实说句实话 那时候我在RNG住 是跟全手一起住 对 然后我们住的是一个 就基本上是大学宿舍 但是比大学宿舍还小 因为大学宿舍突然上下铺 上铺是床 下铺是书桌 对不对 我们没有 我们是上铺是床 下铺也是床 就是很小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样住 那我到的第一天 我住就住了 而且我很兴奋 我就觉得终于可以 参与电竞站队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我就有 后来跟家里通电话 就跟他形容我住的这个环境 你说说你当时听到我住的时候 哦然后几百个人 百来号人 只有三间厕所 三间淋浴间 三间淋浴间 洗澡都要排一个多小时 这样子 你有在洗澡吗 哈哈哈哈 当时是什么心情 我看看你这个少爷能住多久 果然是这种心态 我完全就是这种心态 Spring妈妈 没有也是这种感觉 看你能撑多久 对嘛 结果就撑到现在了 哦 他撑了多久 两年 真的当选手又做了快三年 两年多了 对对对 对 那因为像Spring 他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选手的身份 那当然还有很多未来 包括他可能马上这一段的合约期要到了 又要换约了等等的很多未来的事情 目前现阶段最担忧的是什么 状况吧他的状态 身体健康还是 比赛表现 然后比赛表现 会看他的比赛吗 会每一场 每一场 每一场都会 看得懂 嗯 爸爸看得懂 我看不懂 我只知道 看到谁杀谁这样子 对对对 我只知道比分 对对啊 但是就也会感受到心情的那种起伏吗 看的时候 就是哇知道 Spring要赢的时候会很开心 会啊会看到尖叫啊 我会看到尖叫啊 对啊 啊有时候比赛输掉也会 也会 睡不着 对 也会睡不着啊 那 在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内啊 Spring有没有常常跟家里打电话啊 或去说说一些他的状况啊 怎么样的 会心疼吗 到现在吧 其实我还不太能适应 我还没适应 两年多了 还没适应 对啊 就是尤其是他过去那一年 我真的是应该说 常常就是会有疑泪洗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来三次了 没有而且因为刚好COVID-19 所以其实妈妈也去不了 就是深圳 对 然后他也回不来 因为COVID 对对对 嘿啊 然后就 常常会疑泪洗 因为就想到说 因为他 那他是一个 应该说我觉得 从小我们都把孩子保护得很好 然后他离开这个舒适圈 然后他到那边 他到底 跟队友相处的怎么样啊 对啊 然后就是说 因为我都会一直叮咛 听他说 你有哪些 你要随手关灯 你要 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是不是 对 我就是都会 就是都会蛮单约 其实在妈妈心中你听到这种叮咛 就是还是把他当小朋友 就是你要随手关灯 但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啊 而且其实电竞 或者是说我们面对任何的工作啦 你离乡背景到一个新的环境 不只是说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人际相处 你跟你的队友之间 还有你的站队经理 你也希望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深蹬的 一直想去提醒他 其实这个我觉得 不管到几岁 这个我虽然无关主题 但我很想分享 你妈妈 对我妈 我们不是每周四上加新的一集吗 然后我们礼拜五一早 上礼拜五一早 我妈妈就 赖我就说 你感冒好了吗 我说我没有感冒啊 她说我看你昨天上的那个GG 她还不会讲斯密的 她说你上的那个GG 你在咳嗽然后有点烧身 我就说那是大概三周前录的了 我说你干嘛看你又看不懂 她就说因为能看到你啊 哇 我就突然觉得我真的是不孝女 就很难过 小碧姐 你比我少很多嘛 我昨天晚上跟我妈通电话 我说我明天要去台中 我这么老了 我闯荡江湖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我 我妈跟我讲一句话 那你早点睡 走在路上要消息 我妈还叫我早点睡 说走在路上 她说走在路上要看车子 是 这就是妈妈 真的 所以还是五六十岁 她还是 对 那个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不适合坐在这边 三娘 对 聊得很开心的样子 是是是 所以Spring妈妈你很坚强 因为我太佩服你我刚听 因为大臣去的时候她至少是大学毕业 她有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嘛 然后她离开家 我送她在北京安顿好 我跟我先生有事要去上海 高铁六个钟头 我整整哭她六个钟头 哇 而且重点是我其实从小就算是一个蛮负责任 蛮自己弄得很好 没有给他们捅过任何大楼子说 会把自己搞丢啊 或什么弄丢护照 我从来不是这种 你那时候还二十二三岁了 但是她还是这样 我觉得天下父母是吧 可是刚刚提到以类洗面 我觉得相对学位老师来说 可能好一点点的 是不是因为Spring还有一个弟弟 那至少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会不会让你觉得好一点 或者说哪一天她也跟你说 如果她想当电竞选手 你会怎么办呢 也会 那弟弟他在国三快毕业的时候 我其实蛮担心说 想要布上哥哥的这个 对布上哥哥的路 然后他在 嗯他也是那个国三 因为他们快毕业 就是都会前一个什么 哎他未来志愿 对对对 然后是一些你未来想做什么 然后弟弟就是也是 他想当电竞选手 其实我信你 我没有马上跟他说 说你不行什么 想问一下那时候 哥哥已经在上海了 对对对 啊 ok ok 然后就是我 我也没有马上跟他说 你不行或是什么 我都会跟他说 哥哥的辛苦点在哪里 嗯 对像哥哥他高中三年这样子 通勤很累 通勤 我就会分析 这个给弟弟听 那弟弟是怎么想的 他会觉得说 妈妈就这样讲了 可是他就不敢开这个口 比较内敛一点 所以但是你把他劝退了 哎我没有完全把他劝退 然后是有一次是 我有跟那个 哥哥讲 然后哥哥就去跟弟弟说 如果呢你的实力你的天赋呢 强过我的话那你就去吧 没有的话那你就打消这个念头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 我们当然茶余饭都开玩笑 现在很多电竞选手 已经在线上我们认识的知名选手 都开始有小朋友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他们就说 哎最常问的就是 你以后会不会让你儿子打电竞 对 最常问的就先打过你爸再说 是是是 都是这样子对不对 哎刚好小B姐现在家里也有一个 四岁的儿子 可爱的儿子 有没有考虑过让他打电竞 还是说他说他要打电竞你就打断他的腿 那是我还没有生小孩之前 人家问我说 如果你以后有小孩 让他当职业选手嘛 我都是直接说不要 因为太辛苦了 就是都是真的是十六七岁 就开始过着出社会 要很有责任感的这种生活 而且你是很高概率 是被很残酷的淘汰掉 你真的能够存留在职业赛场上的 那个比例人数太少了 但我自己真的有小孩了嘛 我也开始学习 阅读一些教育的那些文章或书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不可以 直接否定掉他的可能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问过我老公 他就说 如果他真的非常有天赋 那就支持他 那我心里想想 那应该OK 因为我是个没有天赋的人 他应该会像我 希望他没天赋 希望他没天赋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如果他有很明确的目标的话 因为我觉得现在更恐怖的是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这个是更恐怖的事情啦 对 其实刚好我们也聊到这边 就也想问问 可能大家在这个话题上都是最权威的 就是如果现在家中的小孩 说我想要当职业选手的话 推荐家长们做些什么 并不一定要是一味的拒绝 或一味的鼓励 他可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你会怎么做 我刚刚都讲了我的策略啦 我是心机吗 我一定会 哦好啊很棒啊 然后背后做很多 功课 功课 我会先这么做 但我现在觉得年轻人 他能够发掘他喜欢的东西 而且主动来跟你说 那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家长了 许伟老师 但是其实很多怎么样子的呢 是只是不想念书 那你要怎么去判断 我当时对大臣的方式是这样 那当然大臣是一个温和的孩子 他从小就是 我不知道是真的温和还是 不过我对大臣的要求当时是 你的功课做完 你才能打电动 小时候我们都说打电动 从小就是这样 所以大臣在念国中的时候 他是一到五是不能玩电脑 不能打电动 这刚好衍生到一个话题 就是小碧姐一定碰过很多这样的年轻朋友 他就说 因为我妈说我做完功课才能打电动上分 所以我的分数没爬上去 要是你给我当真正的职业选手 我分分钟打上这个全台湾第一给你看 是不是很多这样的选手 很多很多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以前不管是从就是电狼的粉丝团收到很多家长的私讯 甚至是可能我自己的姐姐的以前的同学啊什么后来也来问过我 我都是跟他们说如果小孩真的拦不住了 就是因为现在父母亲生的少 然后都很疼 都很疼也很尊重小孩的想法和意愿 这种情况下是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跟小孩约定好一个停孙点 就是如果我真的拦不住你了那我让你去世 如果你丢到职业的赛场等级的强度的时候你到底强不强 其实很不好玩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是从头到尾一直输一直输 然后被教练一直骂一直骂 然后没有什么时间吃饭 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甚至你原本觉得玩游戏是好快乐 但你会被你的队友嫌弃 被骂到心里的压力很大 就是这一把游戏输了是因为我害我的队友 因为同侪的那种有时候那个压力会比你自己一个人输掉 你会觉得更难受 所以其实这种体验营这种我觉得也蛮鼓励 台湾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台湾目前好像没有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站队的训练生 有机会 但是你也有一定的强度才有机会当到这个训练生 你真的去当了 我一个礼拜就有感觉了 我们现在也是反过来说 虽然我们是家长的角度 但如果你现在是听众朋友 然后可能你的年纪刚好正值 我可以去冲击当职业选手 那反过来说怎么应该要 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啦 才是跟家长一个正确的沟通之道 虽然我们自己讲会不会有点怪 因为小碧姐是专业啊 小碧姐是专业啊 你带过很多的选手 其实我觉得以 如果说是十五六岁的小朋友啦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非常确信说 就是我很想当电竞选手的话 第一你一定要很趁着寒暑假好了 你真的不用去学校这种时间点 认真的让自己玩游戏玩个五天 七天之类的看看自己的游戏程度 到底如何 你总不能每一把都很倒霉怪队友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我讲一个 那个之前于婉其实有分享过的 一个台湾的小朋友 2007年的英雄联盟的 对 对才16岁 对那他可能也才高一的年纪 那他就是自己在家打打游戏 然后暑假的时间 跟一些队友们去组队打了一个亚洲杯 就拿了冠军 对那他也没有经过职业队的这个洗礼 或者是很专业的教练去教过他 但我觉得这就是天赋 这就是天赋 这就是天赋 对他当然他一定是有付出的 他一定也是有努力的 而且据我所知 他也是有家庭革命的这个状况的 对但是他可以在自己练习的情况下 就被看到天赋的这一种 我觉得绝对是没问题的 对那当然你说哪怕是这个样子 他真的加入职业 一定能走的长远吗 一定能达到最顶尖吗 其实没有人可以保证 因为他可能是比一般人 比可能80%的人都还有天赋 但放在职业赛场的 这些都已经是佼佼者当中 其实是不一定的 那就是后续的故事 但至少我觉得他证明了他有天赋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跟父母亲的这个沟通 真的是请所有的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的沟通 不要用任性耍脾气的方式来 就是做对家长的勤勒 因为当然我觉得勤勒这个词是这几年大家比较流行的 父母亲对小孩也会 小孩对父母亲也会 但需要在更好的彼此双向沟通的情况下 才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 因为不论如何我相信有家里面的支持 你去做职业选手 你的内心会更踏实 而不是说我真的是离家出走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你拿到薪水你就要完成公司给你的KPI 拿钱就得办事 所以然后呢拿钱你就要被主管骂 就会有人来管你 所以然后呢你的生活又是被约束的 因为电竞他的形态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丧失掉所有你的同财关系 然后你谈恋爱的时间 你的社团活动 这些都是没有的 所以你要有这个前提之下 你还是觉得自己很有天赋 毅然决然想要当电竞选手 那我们在 然后你有被真的职业战队邀请 今天不是说我跟家里说我要当职业选手了 然后呢我就开始就是还继续享受着家里给你一切的好 妈妈给你做饭洗衣服 然后呢给你电脑帮你付电费 给你一个舒适的房间 还帮你除职 还帮你除职 然后你自己在房间里一直打一直打 这不是职业选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但也是很鼓励所有想追梦的朋友 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分叉点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小孩 他很想要从事电竞行业 但是真的就是没有天赋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你就很权威了 你可以来稍微分享一下 你说他真的没天分 他真的没天分 我真的没天分 这个其实是大臣教我的 就是你喜欢电竞 你不一定要成为电竞选手 因为你没有那个天分 可是我就很喜欢 就像你很喜欢看 NBA的篮球赛 但是你不一定会打篮球 你只是会投个篮 大家男孩子凑在一起玩而已 那么你可以成为这个产业的其中的一环 那这个你更懂了 我们你的小屁姐更懂 你的都是跟小屁姐事业学来的嘛 因为当时大臣家就这么跟我说 他说我喜欢这个产业 我可以做幕后的啊 所以后来大臣你做的是战队的经理嘛 然后他也会跟我说 这个选手那个选手 他还去买选手是不是 竞标啊什么都有 很精彩很好玩 那么我什么建议呢 我可以讲 我真的不是为了宣传 也不是打广告 我可以把语言学好 是是是 这个语言学好 就是除了母语中文之外 我觉得还有英文 就是把语言学好 你到处都可以去施展 你不一定是目前 你也可能是幕后 还有就是去问 走过这条路的专业人士 譬如说GG斯密达里面 我们四位主持人 GGG斯密达 因为前阵子我有一个 我的同学 他的小孩年龄带 还比你小个两三岁 刚念完硕士之类的 想进补教业 所以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讲 请我跟他的孩子讲讲话 他适不适合进补教业 那补教业其实分很多种 有儿童美语 有升学美语 有成人美语 有专门考分数的 或者是考对话的 有一对一线上的 有真人开班的 有权威啊 对所以你才想要进补教业 他只是三个字一个词 可是他是一个很大分重 很细的一个行业 所以后来他跟我聊以后 他本来跟我想说的 他本来想做的那个补教业 他跟我聊完天以后 我跟他讲话讲了快一个钟头 他发现他根本不适合 他原本设定的那个角色 他适合另外一个 我跟他建议的 我听到他的学历 还有他跟我的谈吐 跟等等等 他适合另外一个 就在前两天吧 他妈妈赖我 同学谢谢你跟我儿子聊天 帮助非常大 他现在就做了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收入很稳定 工作时间很弹性 他有时间去 每天去运动 还去爬山 那我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 他因为跟了我 这么一个老权威通话 那一个钟头 胜过了 他原本是茫然 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到儿童门 报名一下 做了一年半载 不好 然后我也去升学补习班 进补习街 试试看 也不大对 或很好 他会浪费很多时间 跌跌撞撞 然后一跌撞 搞不好奔三十了 然后发现他不适合 也没有累积一个 在这个行业里面 很好的一个名声 可是他一开始 就问了一个 行内的懂的人 然后他做对了一个 适合他的方向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 是我给他建议的 他果然也做的还不错 那我觉得 他在持续做下去 会有一定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哪个产业 或你想要进电竞 即使不是专业选手 台前那种最厉害 那五位选手 你也可以当周边的教练 赛屏 直播主 都非常的 你们的remember不是吗 厉害得不得了 粉丝这么多人 对不对 所以他周边的产业 这也是你当时跟妈妈讲的 是因为我其实蛮 蛮早嘛 就认清自己没有天赋 应该也不要说认清 不需要 因为没想过 没想过自己有天赋 我一定让他问你 你跟这个谁比 跟这个谁比 他都说一大气 叉叉底鸡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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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知道 没有选手这条路的可能性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往电竞这个产业去走 而且说句实话 说真的啦 我必须 也比较 那时候你刚去上海 纏了一张你跟UCI的合照 她说妈UCI 我说她是谁 我一开始不认识我很无知 后来她还上热搜她好红 我有天问她说那你有跟她打过吗 我问了一个很无知 我说我跟她打一场可能我要付她钱吧 是是是 所以我本来要说的是啥 对不起 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电竞这个行业 我想到我其实有点生气啦 因为我算是在电竞这个行业比较年轻的 然后呢我又不是那种电竞的高端玩家 所以相对来说我要一开始想加入电竞这个产业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处处受阻的 我必须受阻的 电竞是一个我不知道小B姐同不同意 就有一点小圈圈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早期真的比较是这个样子 所以通常都是你是我的朋友 我找你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等于是走学术路线 就是功课好路线的 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做电竞的朋友 那变成说我其实兜兜转转绕了很大一圈 最后才找到了RNG的工作 也谢谢事业的赏识 这个故事我们有在第一集有聊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 而且多找业界的一些前辈去问 事业不是一直劝退你吗 事业劝退我 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来电竞圈想要 一天到晚身边有很多妹子的一个人 徐伟老师 听到事业对他第一印象是身边都有一个 那个女孩子那个漂亮女生的时候 觉得啊这就是我儿子 没有我很想跟叶总说冤枉啊大人 我儿子真的不是这样子 妈妈还是站在我这边 那是后来因为大人做这个行业嘛 就很多直播主还有那些 是他不是直播主吗 就很多漂亮的女生那是真的 你跟我讲在干嘛 你现在讲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不是他的目的 是我自己在旁边看 我说难怪这么多男生喜欢打电动 就好像车展的时候一定会有漂亮的那些model 这个肯定是诱因但不是原因 不是诱因啦 我本来完全不 因为我看他打电动从小就是男生嘛 罗羊啊那些人都是男的 所以我的想象是以为是一群都是男的 看来像我们小碧姐也是资深游戏玩家 你自己也打电动 我跟Spring妈妈一样 其实以前很喜欢玩天堂这个游戏 他是就是打怪练功 然后有很强大的社群系统这样子 我本来完全不知道 然后他跟我说妈啊baby也打得很好 杨颖 发落的杨颖 很多女明星 我才知道其实他这是一个 有很多美女很多女生 他说听外话对不对 可以剪掉可以剪掉 不用你放起来 我不怕 那最后还是要聊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Spring是冉冉的星星 但是呢始终要面对的一个是 首先第一个是他有没有办法在未来 在步入更高的殿堂 然后还有就是总要面临退役的一天 因为选手的退役年龄 放在任何产业里都是很早的 很早 对 那退役以后的出入 其实Spring妈妈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呢 有想过 我也曾经跟爸爸说 那他退役的话 那能做什么 你不是说你想让他成为什么 他就能成为什么 是是 他是一个独立有想法 有目标 其实他退役之后 他自己能去找出他自己的下一个出入 所以有时候爸爸 其实爸爸他就是一 就是会认为说我们就想开一点 我们不要去 他现在这个时期他还是 他现在二十岁嘛 你已经想到二十七八岁 你用 爸爸就觉得我太庸人治了 而且那你再过个三五年 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对啊 而且他那时候 要过去大陆那个时候呢 就是 其实爸爸也是那么说 小孩 你就让他去碰 因为他 他在这里 他觉得说 他已经是天花板 他觉得说 因为他参加过任何的比赛 对 然后成绩都都不错 然后他 你已经是天花板 你应该 要出去 然后去见 你要去遇到 他在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 对 可能有比你更强度 可能更 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对啊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电竞选手 这个退役以后要干嘛 大家都说 啊可以当教练啊 可以当直播主啊 但你必须说起来 那还是少数的例子 是是 那其实更重要的 也不要说 是不是当职业选手啦 我们包括提到说 可能有职业球员的也好啊 甚至是你十六七岁 就想出道当演艺明星的也好啊 等等的都有嘛 他都是属于我们的 传统意义上觉得 相对来说 不稳定的一份工作 这是也没有避讳去聊的 对 更重要的是 你在电竞从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学到了什么 像我自己有认识一些 当时我带的学生手 他们 我带他们的时候 可能就是十七八岁 十九岁这样的年轻人 然后呢 他们实力就不是顶尖的 那但是呢 他们在电竞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 他们学会了抗压 学到了做事的态度 累积了业界的人脉 让他们在后续可以找到 不管是产业相关或者是不相关的工作 他都在比别人更早的年纪就累积出了这些经验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转化你这些年的经验 去变成后续的养分 对对对 是是是 我们刚刚讲 对 讲的是这个业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电竞产业其实也越来越全面 因为它还算是一个很新的产业 它还有很多可能的发展性 所以虽然现在我们知道 你可能可以转教练 你可以转什么分析师 主播 赛评 实况主 但其实 就我所知的也有一些选手退役之后 他可能加入硬体公司 因为他们对于键盘花束的使用 可能是很敏锐很挑剔的 那他们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产品的研发的这一些工作 那或者是说进入一些游戏公司 然后做一些可能游戏设计上面给很多建议 然后游戏企划人员 甚至有些会加入赛事举办的那一种公司 因为他们自己是选手出身 所以也会对于赛事的这个规则会很有原则跟想法 然后也会知道选手更需要什么 等等这一些 就我觉得虽然他绝对还不是一个最成熟的产业 但他还有很多进步发展的空间 这个也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当然我就回到前面讲说 如果你只要在这当选手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很尽责任把你的选手职业素养 培养的很好的话 将来其实不管做什么 甚至你回去学校念书 你出去旅行 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对所以其实最后呢还是希望请在这个话题收尾之前 请我们最权威的现场 最资深的企业家 也不只是教育专家 企业家 说说你觉得你现在要录用年轻人的时候 你突然看他什么的一些特质标准 如果他说我之前是当电竞选手的 你会录用吗 我跟你说我之前想讲我超爱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电竞选手给我的感觉 他如果不行 他很快就知道他不行 他还很年轻就知道 他不适合这个产业 他有很好的机会能够从头开始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有些工作 你会认为我还可以做啊 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我最近看八尺门的辩护人 一个很有名的台剧好好看哦 我看完以后很激动 Google很多他的讯息才知道 我们的导演跟编剧 他之前是律师 他到了40来岁 他才决定说他就是喜欢编剧 可是他当时跟从了父母的想法 可是你知道你要成为一个律师 你要念书念到年纪多大 然后职业等 很晚才知道自己其实真正喜欢什么 可是电竞不是吧 只有很快我就可以晓得我 也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啦 因为俱乐部不会愿意一直付钱养 就是没有用的人 其实我看这个电竞职业的选手 我的感觉是这样 演艺圈也不好 他有一点 对不起 你要被演艺圈开始 我自己一脚踏进来 我一直说他很像温水煮青蛙 没关系啊 我现在没有红 可是我也许三几岁会红 我以后有周年的角色 我也许哪一天会红 结果你就一直耗在这个地方 但是电竞圈是不能让你耗的地方 你要怎么耗也就是25岁 不好意思 但是很好 你25岁你很好 你很年轻 你可以开始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我 因为大臣 我才比较认识了电竞 我觉得他好的地方 而且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分数 学历那个年代了 爸爸妈妈脑袋真的要改变 因为到现在 我爸 我的爸爸今年90岁 公公 还认为我做补教业 不务正业 所以我觉得 不看来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我觉得有很多跟不上时代的父母 爱心是一样 但是他的思绪的观念 他的思想可能还在 他不一定跟上 所以父母爱你的叮咛 绝对是120%的真心 但他的观念思绪 他不一定跟得上 所以我爸到现在觉得 我不务正业 他觉得你不是在银行体系工作 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 你就是不务正业 那他又是上上的一个年代 当然啦他又更老了 他90岁了嘛 所以同样的我觉得 也一样就是 孩子们应该要 给父母看到我的认真 我的努力 然后找到专业的人带着你 你要用一个很聪明的方式 告诉父母 我是真的喜欢 然后当父母也进来协助你 然后发现 你不一定真的适合的时候 小孩子也要有一个 很快的止损 而且这个产业 也令他不得不止损 那止损的时候 他其实又有机会 再从头做别的 他尝试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同样作为 也是现在一位孩子的妈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现在 尤其是今天听两位妈妈说了 我觉得学习到很多 但我不知道等我自己真的 遇到的那一天 我做不做得到 我觉得这要很有智慧 就是我自己想象 特别是刚刚徐辉老师说的 你先认同他 先了解他 但是你背后再去 可能给他出点小功课 或再多去做点功课的时候 我想说哇 我的性格一定会第一秒就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不行 对 但这确实就会把他推远 让他拒绝跟我沟通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定要去学习的地方 太困难了 对 对 所以天下父母心 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当然因为现场三位妈妈 刚好家里全部都是儿子 但我们想问一个就是比较如果的问题 如果家里是生女儿的话 同意他跟电竞选手交往吗 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 慢慢来 如果生女儿的话 同意他跟电竞选手交往吗 因为刚刚前面说了那么多支持 要让他们小孩去竹梦哦 如果你长得像洋洋或李仙 太困难了 妈妈说我可不可以跟着去 听得出来你是个严控 我完全严 因为后来大哲很坏 他说妈 真正电竞选手长相不是那个 哎那不好意思 那广大的电竞选手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肯定不是偶像剧那个样子 哦你不是说 你是说哎那是偶像剧 我不是说电竞选手长相不行 我又说电竞选手哪会花那么多时间 还要在那边吹头发 吼吹头发 不可能不可能 每天好像感觉每天都有敷三片面膜 然后头发都弄得那么整 怎么可能 我刚刚都说了嘛 我们RNG白来后人用三肩淋浴肩 就很多人没在一起 我自己都不是每天洗澡 所以这很正常 对对对 那Spring妈妈如果有女儿的话 同意她跟选手交往吗 我问过宝宝这个问题 宝宝说 那就看她是不是顶尖选手 哎这个答好 这个答好 对对对 那是注意 我觉得这很正常 会这样想非常非常 小一点 我会倾向不要欸 我会倾向不要 那你手下那么多选手 都希望她们交不到女朋友 不是 因为我太了解选手了 就是真的是要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投注在游戏上 所以 她可能真的就是 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当女朋友很可怜 你要一直在那边等她 然后可能 你也不知道 我刚刚第一个 跳出来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说 我才不要嫁给医生或律师 因为她很忙 她很忙 她自己的工作这么忙 你就变成只能照顾她 变成她的附属品 因为总有人要料理生活嘛 所以我相信电竞选手是一样的道理 她不全心投入 她不会有好的成绩 她不能分心 然后再来 如果电竞选手女朋友被大家知道 那个选手只要那阵子打不好 大家都骂女朋友 压力也很大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心疼女儿 对 好啦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聊了很多 就是我觉得算是整个 坐下来这个气氛最不一样的一集 但是也非常的开心 OK 那我们是GGSpeed 然后也感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这个问GG斯密达 或者是家里真的有要从事电竞的小朋友 我们这里有很资深 也很热心的前辈 OK 那不管是你在任何平台收听收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一键三连 我们是GG斯密达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以为谁要说GG 咱们这些还是不一样的会社会 我们下次过来的